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著名的T-E8病毒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T-E8 这个呢 其实是英文单词的缩写 T呢 是杀眼的意思 E呢 AG就是鸡蛋 8呢 是第八次试验 哦 兴冲冲赶来的张小楼建议呢 马上把这个结果要发表 因为世界上许多试验室都在进行杀眼病原体的研究 这个功劳不能让别人抢的钱头 是啊 不过T-E8没这么做 为什么 他想到的是 之前有很多家实验室声称发现了杀眼病毒 可是呢 都不能够重复实验 尤其是因为有野口英式的前车之鉴 一定要重复分离 能体外传代 能够在动物里边引起病变 嗯 又经过了一年的时间呢 T-E8完成了上述工作 在1956年10月发表了论文 为了进一步确定所分离的病毒就是杀眼病原体呢 在1958年元旦 汤非凡命令助手 私下将杀眼病毒滴入自己的眼睛造成了杀眼 在这之后的40天里头呢 汤非凡坚持不做治疗 收集了可靠的临床资料 彻底的解决了70多年关于杀眼病原的争论 亲爱的听众朋友 人物百家正在为您讲述 医院体之父汤非凡的故事 他太有先生精神了 竟然拿自己当试验品 是 当时一直处于低潮的杀眼病毒研究呢 因为汤非凡的成功一下子成了热点 用汤非凡的病株呢 英国人首先证实了汤非凡的工作 从此杀眼病毒被称为汤氏病毒 接下来呢 各国的研究机构都用汤非凡的方法成功的分离出了杀眼病毒 这之后呢 越来越多的国家成功的重复了这个实验 对于杀眼病毒的致病性呢 也有了新的认识 发现除了杀眼以外 还能在眼部以外引起许多的炎症 真是个重大的突破啊 没错 汤非凡的发现是人们认识到杀眼的传播特征 寻找到了治疗的药物 一度呢 危害全球的杀眼以惊人的速度减少 今天世界上许多地区杀眼已经根本就灭绝了 以上海为例呢 1959年杀眼病发病率为84% 两年以后呢 就降到5.4% 这么快 是 以汤非凡为代表的一代中国科学家呢 在那个阴漏旧见的年代里头 曾经取得了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 同西方相比呢 他们所用的仪器设备的非常的简陋 条件也是非常的艰苦 可是在那种情况下 他们取得了在今天豪华的实验室里边得不到的成就 这可是汤非凡对人类的贡献啊 你说的太对了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呢 正是汤非凡进行科学研究的黄金时代 他以敏锐的思路和完善的计划 带领中国生物制品业走在世界的前列 是中国生物制品的晴天一著 按照汤非凡的计划呢 下一步在已有病毒株的基础上 重新研究杀眼的感染诊断 预防治疗和免疫 研究毒株的分型 以及和其他相似病毒的关系 不过呢 在当时中国的时局影响下 他的科研计划不得不搁浅 怎么了 你听我说呀 在分离出杀眼病毒以后呢 根据上级的指示 汤非凡的研究重点转移到麻疹 和脊髓灰质炎的预防问题上 当时中国的麻疹广泛流行 几乎每个孩子都出疹次 冬春之际呢 发病率和死亡率都非常的高 俗称小儿麻痹的脊髓灰质炎 发病率呢 超过万分之一 而且常有爆发式的流行 汤非凡呢 很快就分离出麻痹病毒 还有脊髓灰质炎的病毒 制备出的麻疹活疫苗 很快呢 就开始在北京的幼儿园试用 如果命运在给汤非凡几年的时间呢 中国肯定会提前消灭麻疹和脊髓灰质炎 其他一些传染病也能提前得到控制 只可惜 这一切因为一场浩劫的到来 再也没有实现的可能了 汤非凡被打成右派了吗 那倒没有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里头呢 汤非凡并没有受到冲击 因为汤非凡呢 对政治素来没有兴趣 只是一门心思搞研究 在1958年夏天呢 反右结束 他的学生里边也有人被化成右派 当时使汤非凡十分的恼火 从来不懂得什么是政治的汤非凡呢 也感受到了政治的恐怖 他私下埋怨学生不该乱说话 害了自己 可惜呢 不管政治的人 政治要管他 完成反右运动之后呢 紧接着又来了一个 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 那可不是拔根白头发那么容易面对 以前听说过白旗 但是忘记了是什么呢 这个所谓的白旗呢 就是在反右运动里边 受到保护 没有被冲击到的那些人 这个是共产党所说的打漏网之鱼 为什么要拔白旗呢 就是要打击反右运动 受到保护的那些一流的学者和精英 在1958年9月呢 拔白旗正式开始了 在医学界 卫生部机关党委统一部署 各单位拔白旗 生物制品所呢 要拔掉时任所长 学部委员 还有中国卫生物学会理事长 以及卫生部生物制品委员会主任委员的 汤飞凡的自我检查 大家认为 这检查的水平太低 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可是呢 这个检查已经是汤飞凡的唯心之举了 是啊 研究所在28 29号两天召开了全体党团员的大会 要汤飞凡继续检查和听取群众的批判 为了所谓的帮助汤飞凡呢 组织上私下进行动员 安排了发言 汤飞凡当时是明确感受到 共产党在这场运动里头 已经把周围人的妒忌和阴暗心理 什么小人得志等等 人性里边最卑劣的东西都彻底激发出来了 当时大会的气氛呢 是从缓和到紧张 发言呢 也从和风细雨到狂风暴雨 第一天 汤飞凡还是坐着回答问题的 第二天就失去了分辨的权利 就跟IP豆一样 一会说 站起来低头 一会说 坐下好好记 汤飞凡被这种场面吓坏了吧 是啊 汤飞凡呢 这辈子竟跟实验事宜的细菌打交道了 中共政治运动这么暴风骤雨的一来 汤飞凡真的是手足无措 可是呢 共产党可不管这个 他们对汤飞凡的待遇 逐日提高 第一天管他叫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插在社会主义阵地上的一面大白旗 第二天就升级了 叫民族败类 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 美国特务 国际间谍 还说他骑在人民头上 他有个反动派岳父 他冒充大科学家 他向洋人讨面粉 丢中国人的骨气 他把杀眼病毒送给外国人 把分离方法告诉外国人 是出卖国家利益等等等等 这么过分呢 还有更过分的呢 他们无中生有的污蔑汤飞凡 说他跟实验室里边的女技术员 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这一点呢 让汤飞凡受到了极大的侧击 那汤飞凡怎么办呢 散会时候呢 主持人对着规规矩矩 站在那儿的汤飞凡咆哮 坦白交代 低头认罪才有出路 不然的话死路一条 我们可是说到做到 可以马上把你这个国际间谍抓起来 最后主持人宣布 明天继续开会 再看这时候的汤飞凡呢 已经是万念俱灰 1958年9月30号早上呢 人们准备再次揪斗汤飞凡的时候 发现他已经选择了自尽的方式 离开了这个 他为之奉献了毕生心血的世界 太可惜了 他救了多少人的命啊 可是他却保不了自己的命 是啊 没有通知亲属 妻子和莲一个人 陪伴在遗体火化的现场 他悄悄地捧回骨灰 放在自己的卧室 然后是漫长寂寞的岁月 一过就是二十年 哎 汤飞凡死后呢 中国的杀眼病毒基础研究 渐渐终止 曾经与世界先进水平 并驾齐驱的中国防疫生物制品业 每况愈下 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是啊 当时呢 中共把汤飞凡的自杀 定性为自绝于人民 文革里边 他更成了国民党残渣于孽 反动学术权威 漏网的大右派 于是呢 汤飞凡这个名字消失了 张小楼包揽了各种荣誉 甚至包括重复汤飞凡 在自己眼里做的人体实验 而发表的那篇论文 人民画报上是张小楼灿烂的笑容 报刊上一篇又一篇的介绍 这位杀眼病毒发现者的先进事迹 更可笑的是 写论文时候 不得不引用当年的论文 他居然把第一作者汤飞凡免去 这可是剽窃呀 就是啊 唐飞凡生产了自己中国的狂犬疫苗 白猴疫苗 牛痘疫苗 和世界首之颁诊伤寒疫苗 并且呢 把杀眼发病率从将近95%降到不到10% 抗战结束以后呢 成功遏制1950年华北属于大流行 而且研制出中国的黄热病疫苗 他领导选定的牛痘天体毒种 和由他建立的乙迷杀灭杂菌的方法 中国成功消灭了天花病毒 比世界早了16年 哎 真是痛失中华民族的英才呀 是 汤飞凡和野口英士两个人在科学上的造诣不相上下 野口英士呢 一直在美国从事研究 死后呢 也葬在那里 即使这样野口英士依旧成为日本的国宝 他在纽约的墓地成了日本人的旅游圣地 新版日元上呢 还印上了野口英士的头像 汤飞凡为中国现代医学教育回国 为了国家防疫事业 多次放弃出国定居的机会 在抗战里头 更是立下了卓越的功勋 可是呢 最终在共产党的运动折磨之下 悲惨死去 野口英士在日本人人皆知 汤飞凡这个名字已经彻底被中国人遗忘 是啊 要不是你讲汤飞凡的故事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曾经拥有过这么优秀的中华儿女 对了 你前面说过汤飞凡的太太和莲 为她讨回公道的事 后来怎么样了 在1987年2月呢 法国医学会给汤飞凡夫人来了一封信 经过了解呢 杀眼金质奖章 确实是授予汤飞凡本人的 为了澄清起见 复制了一枚新的奖章 不久呢 汤家收到了新奖章 旧奖章自动作废 新奖章的后面呢 只刻了一个名字 汤飞凡 汤飞凡的夫人何连除了新奖章之外呢 依然保留着那枚私自复制的旧奖章 作为近代中国科学史上 一大丑闻的见证 亲爱的听众朋友 一元体之父汤飞凡的故事 到这里就全部讲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听众朋友 一元体之父汤飞凡的故事 到今天就全部讲完了 从下期开始 我们将为您讲述 中国流行音乐之父 李锦辉的故事 欢迎您到时收听 好的听众朋友 咱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